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说到漫威大家一定会想到复联4 毕竟在之前一部电影中 众多英雄都惨遭蹂躏 那么在接下来 大家面对困境将要如何改变 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战役需要改良 同样造型也得变换 而在接下来 雷神的造型图大公开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雷神超短发 大家都知道 托尔之前的造型是变换最频繁的 一路上他经历了中发长发卷发中长发 甚至这次他挑战了短发 还为自己做了个切尔西的滑魂 这个发型还是帅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换到了寡姐的发型 改款造型是寡姐最为经典的款式之一 由于寡姐精致的五官便决定了 他的发型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的 而接下来托尔换上了这款造型后 小兵认为还真有种女仆风呢 接下来这款造型相信大家就熟悉很多了 改款造型就是我们紫属精同款光头 作为漫威中的一大恶人 他给全宇宙的人带来了困扰 于是大家几乎看到光头就会想到了他 而接下来托尔换上了此款造型 不得不说还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此时雁神坚毅的托尔变得有些凶狠 更有粉丝声称 这就像是真人版徐锦江本江了 而接下来这款发型就更显熟悉了 此时的托尔头顶狼叔经典造型 而他最为特殊的就是头顶两个尖尖 由于这款造型过于独特 所以我们已经不能用颜值来评判这款造型了 但是观看到这浓密的秀发 想必也是众多脱发少男少女羡慕的对象了 以上那只是小编为大家列举的一些 较为普通的漫威英雄造型图 而接下来有才华的粉丝 还为托尔打造了更加另类的发型概念图 有些发型由于过于夸张 也成为了很独特的一条风景线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首先就是托尔的小丑女cosplay 接下来托尔成功将小丑女的假发戴在头上 不说吵 反而还有点大胡子大叔的另类违和感 这样的造型一出也是金蛋的小编 原来双马尔的托尔也如此惊艳 看来既狂野又有味道 如果接下来他真的以这种形象示人 那真的会拉入一大波雷娘粉吧 当然以上海报也只是各位粉丝的恶搞之作 并不能当做真实情况考虑 但如果让大家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一个 你会选择哪个呢 如果是小编 那我就会选择双马尾的托尔 毕竟这样的托尔真的比我味道简直太可爱了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小编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回复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本期视频当中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